台北市一名黄姓男子呢 在这个月15号 他从新加坡寄了一个包裹到台湾 里面装的是20万的这个电脑零件 原本算算时间 应该19号就会送达 但是到现在没有送到 怎么回事 打电话问邮局 邮局说飞机还没有起飞 新加坡又没有暴风雪 为什么呢 来看这则报道 这次让我跌破眼镜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的情况 直说太扯太夸张 黄先生急坏了 因为这个月15号 他从新加坡寄包裹到台湾 价值20万 原本以为19号就会送达 现在竟然失踪了 所以新加坡官方就发了一个 info告诉他说 我东西已经出去了 我在我这里了 他邮局那边东西已经出来了 贵重包裹不见了 黄先生急得到处打听 新加坡邮局回函 很肯定包裹已经寄出 再登入中华邮政网站 输入包裹号码这么一查 SQ876班机 12月16号早就已经抵达台湾 但打电话到邮局一问 这答案差点让他昏倒 今天早上我还在问一次 答案还是一样 东西没有过来 所以我们很苦恼 所以前后大概打几次 可以帮我们算一下 我打了七次电话 那也安排 眼看朋友27号 从新加坡寄出的信件 都已经送达台湾 自己的包裹迟迟没下文 黄先生满腹苦水 一个合理的时间 我想作业时间 圣诞节我们都能体谅嘛 可是这也太夸张了 看看通联记录 前前后后打去邮局 其通电话 答案都是在等等 但包裹里头是要帮客人 维修电脑的重要零件 15天过去了 损失上万 黄先生现在只希望邮局行行好 帮他把消失的包裹找回来 中天新闻 黄宝藤范新宇 台北参谱